大家好 我是沫村奶爸 现在休假了 今天我带我女儿去打个疫苗去 平时其实如果正常情况 都是我们一家四口一起活动 然后但是这次 这是我女儿四岁的疫苗 小孩的疫苗不是新冠疫苗 有些网友问怎么 还小孩打新冠疫苗 可以打了吗 这是四岁小孩的疫苗 然后今天我就自己带我女儿去 因为现在疫情也不好 就让我媳妇跟我儿子在家了 但是我媳妇要自己带她去 还弄不了她 现在我女儿四岁多了 一打针挣扎 整不住的 对我摁着她 行了 咱们现在去打疫苗去 哈喽小美女 我们去干啥去啊 去打针 打针呢 跟谁打针 跟我打针 打针你害不害怕 不害怕呀 女儿就是坚强 这次打针能不能不哭咱们 能不哭吗 长大了咱们就不哭了 是不是 一打针就完事了 都不疼 我就是有点电 有点电就像电了一下 电就好了是不是 行了 接着安全带咱们走了 怎么这么快 那你就宰下来先 宰下来吧 然后之后戴着安全带 爸爸走了 行 咱现在出发 走着 好了 我们到地方了 咱们下去吧 你的口罩口罩 把那个自己安全带 解下来 可儿 把安全带解下来 口罩呢 口罩呢 在你前面那兜兜里面呢 自己戴上吧 自己会戴吗 自己不会戴呀 你都长大了还不会戴口罩呢 对 带 那我教你 看 戴好了吧 下来吧 爸爸给你拿着这个 拿这个 那这个育苗接纵本 下来吧 爸爸真棒 要拿这个啊 走吧 怎么 害怕吗 你害怕吗 爸爸 上吧 自己上吧 好 行吗 自己可以吗 你这是啥衣服 后面怎么还带两个 这是小鲨鱼的吗 带两个 带两个小翅膀 还是啥呀 仙女的翅膀 仙女的翅膀啊 哎呀 妈 妈妈妈 走了 去到这个里面啊 打针的地方 针所 扫个码啊 扫个码啊 走了 不说 不是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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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实,这是第一天 对吧,哇 我认识 我们来等一会儿 没问题,谢谢 这点写着不让座,你看这些座都是隔一个做一个 你看那边的座都是隔一个只能做一个 来,坐这吧,坐爸爸身上来 有些人住啊 对,得隔着,因为现在得保持社交距离嘛 对,咱俩也保持社交距离,你坐那儿啊 爸爸坐这儿,中间空一个 爸爸这是什么 那是消防酸,着火了就可以用它灭火 灭火器 对,灭火器 你怎么说消防酸呀 爸爸说错了 你干啥去了 你干啥去了 看那画画啊 我想要让你 你做啥 我想要坐你身上一会儿 坐我身上一会儿啊 来吧 笑一笑 哎呀,天 坐爸爸身上开心的啊 嗯 咱俩不得保持社交距离吗 嗯 不是吗 咱俩不得保持距离吗 咱俩不得保持距离吗 咱俩不得不上 咱俩不得不上 我们见到医生这个医生去拿药去了 拿药 完了之后开始给可儿打 来,可儿,你坐爸爸身上 嘿 然后你就抱着我 然后之后这样把这个袖撸起来 把这个袖撸起来 把这个袖撸起来 完了之后你抱着我 你抱着我 然后之后爸爸就不看 然后就 你都不知道 医生可能叹就结束了 知道吗 来,爸爸给你拿 你别动 可儿子 这样,OK 好 他的左手呢 来,抱着 来,抱着爸爸 啊,抱着 你抱着爸爸 你抱着爸爸 你得抱着我啊 你抱着我就行了 你可可可简单了 可儿 你忘了上次打的时候 就可简单了 来,你你你来 你抱着爸爸 你抱着爸爸 抱着爸爸 抱着爸爸 抱住了 抱住了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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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住爸爸,你抱住了 没关系 抱着你两个脚都能夹住他 哎呀,我难受 难受 爸爸只要你难受 但是爸爸马上就好 爸爸马上就好 你不信你就试一下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 爸爸马上就好 你要马上他知道他不会动啊 嗯,好的 好的 然后打这个地方 马上就好 你你别看 你别看 要不你看着 你看打他也不疼 你不许你试试 抓紧那边啊 抓紧那边啊 他的身体要抱住 抓紧那抱住了 抱住了 我动不了 动不了 一动就坏了啊 可儿不哭 不能动 你看,你看,没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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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打完了 看,看,看,好了 打完了 哎呀,好了 可以,可以 看,哎呀,看 阿姨给疼过了 看,阿姨给疼过了 看,没事,没事 打完了 看,疼吗 疼吗 好了吧 修学好了 以后都不会再来讲 真勇敢 这是最后一次了是吧 对,都没有了 下次就在学校 哎呦,来 拿张纸 给我一张纸 擦擦眼泪 谢谢 哎呦,我的宝儿 擦擦眼泪 疼吗 是不是不疼 一下就过去了 好了 没了 以后再打 就咱们上学校了 长大了 下一次再打几岁 几岁的 七年级 就七年级了 你得上初中了 才能再打下一次了 现在这个就最后一次了 四岁的 好了,不哭了 哈哈哈 又买了一个啥 你给爸爸看看 你买了个啥 这啥 干什么用呢 能吹风的呀 走吧 回家了 给我吹风呢 就从那个 这个诊所出来啊 然后之后 别别打着爸爸 然后拉我看你这么吓人的 但是挺凉快 这个 要看到这个了啊 这个是啥 艾奥莎公主啊 一个小风扇 里面有几块小糖啊 这小孩 姑娘就喜欢公主 哎 行了 今天打着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 没有娃娃大哭啊 咱也害怕了 哭了两下 是不是 口罩摘了吧 摘了摘了 摘了摘了 等我打开这个 回家让妈妈给打 现在先不能吃 咱们回家洗手再吃啊 听见吗 行了 走了回家了 先消毒液 先消毒吧 给 嗯 看 手 好了 搓一搓 好好搓一搓啊 然后 我们就回家了 这个是孩子四岁的疫苗啊 然后这个小孩们从这个刚一下生就开始打 都打了多少个疫苗了 反正这个四岁这是基本上就是在他们这种这个小孩里面最后一次了啊 再一次下一次就是初中了到初中了到初中在学校打了 也当年了要进交二车推过去 嗯 行了上车把那个安全带系好了 完了之后爸爸要带你走了回家了咱们 好系好安全带 拿着我的小风扇 拿着吧 小心啊 千万不能打 千万不能打 缠到头部啊 你缠一下头一下把头部缠进去了 原来赶紧坐好 嗯 快坐好了坐好了 现在这孩子呀长大了啊 这个打疫苗呢也是费劲了 因为他得有劲儿了啊 他能挣扎去 所以这个医生就特别害怕他乱动啊 这一乱动就特别麻烦 这小的时候打疫苗才好呢 他啥也不懂啊 有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给这个壳打疫苗啊 扎进去了都拔出来了 还都没没没反应呢 都拔了半天了 开始哭 那个时候 好了 记得安全带走了 现在这一环短大了啊 下次再打疫苗就已经是初总了 初一的时候啊 七年级 他们这边的七年级 再打下一阵 行了 这期的视频呢就给大家拍到这了啊 我是摩森奶爸 那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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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的棒棒糖 记好了 安全带先记好 既然现在把我给你拔完就咱们就走了 既然现在把我给你拔完就咱们就走了